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烘焙艺术空间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秋季风味,南瓜派的温馨魔法 二,巧克力雕塑,甜蜜艺术的创造 三,焦糖苹果塔,甜与酸的完美平衡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秋季风味,南瓜派的温馨魔法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谈谈这个充满魔法的秋季风味,南瓜派 首先,我们得承认,南瓜派几乎是秋天的代言甜点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当时的南瓜派可能和今天的样子大相径庭 但它的核心元素,南瓜和馅饼始终不变 这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 一种每年秋天家庭团聚时的温馨象征 想象一下,一个凉爽的秋日下午 金黄色的落叶铺满了道路 一阵阵秋风带着丝丝凉意和淡淡的木烟味 这时,厨房里传来了一阵阵香气 那是南瓜派在烤箱中慢慢烘烤的味道 这种香气几乎有一种魔法 能够唤醒人们对家的记忆,对节日的期待,以及对温暖的向往 南瓜派的魔法还在于它的制作过程 首先,你得选择一个完美的南瓜 这不仅仅是挑选一个水果那么简单,这是一种艺术 然后是剖开,清理,烹煮,捣碎 每一步都需要一点点的耐心和大量的爱 接着,你要准备馅料,加入肉桂,姜,冰箱和肉豆蔻 这些香料,就像是魔法式的魔法粉末 一旦洒入,整个厨房都会被魔法般的香味所充满 最后,当这个金黄色的美味出炉时 它不仅仅是一个甜点 它是一个家庭的集合点 是朋友们的分享话题 是感恩节奏上不可或缺的主角 每一口都充满了秋天的味道 每一片都承在着家的温暖 所以,下次当你品尝南瓜派时 不妨想象一下 你不仅仅是在吃一个甜点 你是在参与一个古老的仪式 是在品味,一个季节的转换 是在享受一段温馨的魔法时光 记住,每一个南瓜派 都是用爱和传统烘烤而成的 这就是它的魔法所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巧克力雕塑,甜蜜艺术的创造 各位甜品爱好者,艺术鉴赏家 以及那些偶尔会在博物馆里 偷偷搅口香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门让人垂涎三尺的艺术形式 巧克力雕塑 首先,让我们来典历史背景 巧克力,这个来自新大陆的甜蜜礼物 最初是由阿兹特克人以饮料的形式享用的 当时,它还没有被加入甜味 而是带有一种苦涩的风味 这种饮料被认为是神的饮品 只有贵族和战士才能享用 后来,西班牙征服者将巧克力带回欧洲 经过几世纪的改良 巧克力变得更加甜美、绵密 并逐渐成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形式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巧克力雕塑 这门艺术不仅要求创作者具有高超的烹饪技巧 还要有雕塑家的精细手艺 巧克力雕塑家们是真正的多面手 他们既是甜点师,又是艺术家 甚至有时候还得兼职为热爱巧克力的小松鼠们站岗 创作一件巧克力雕塑 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巧克力 不是所有的巧克力都适合雕塑 雕塑家们通常会选择高品质的 可可汁含量较高的巧克力 因为它在塑形和硬化时更加稳定 接着,巧克力需要经过精准的温度控制 这个过程成为回温 目的是让巧克力达到完美的光泽和质感 当巧克力准备就绪后 雕塑家们就会开始他们的魔法表演 他们会用刀子,铲子,甚至是吹风机来塑形 将普通的巧克力快变成精致的艺术品 这些雕塑可以是任何形状和大小 从微小的巧克力花朵到人高的巧克力塔 甚至是完整的巧克力房间 每一件作品都是对创作者耐心和记忆的考验 当然,巧克力雕塑的一大挑战是它的脆弱性 一个不小心,你的巧克力大胃 像可能就会变成一堆巧克力碎片 而且,这种艺术品还能面对一个最大的敌人 温度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 巧克力雕塑可能会在你眼前融化成一堂甜蜜的悲剧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巧克力雕塑是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艺术 毕竟,这是唯一一种在欣赏之后还可以吃掉的艺术品 这也许是卫视魔在巧克力雕塑比赛中 评委们总是笑容满面的原因 他们不仅要评判艺术品的外观 还要品尝它的味道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件精美的巧克力雕塑时 但记得,不要太靠近 除非你准备好了便撑下一个巧克力雕塑杀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焦糖苹果塔,甜与酸的完美平衡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让人垂涎三尺的甜点 焦糖苹果塔 这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它是糖与果,甜与酸,历史与现代的一场华丽邂逅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当时的人们可能还没有焦糖苹果塔吃 但它们有苹果,有糖,有火 这三样元素,就像是命运的红线 最终变制出了今天的焦糖苹果塔 想想看,那些古人 如果知道他们手中的苹果和糖会盐 变成这样一道精致的甜点 不知会不会惊讶地从木椅上跌落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代 焦糖苹果塔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味蕾的舞会 焦糖,那是糖经过火的洗礼后 变得既性感又神秘的化身 它的甜,不是那种直白的甜 而是带着深邃的焦香 就像是一位经历过世事的贵妇 懂得如何用微笑掩饰她的故事 而苹果,这位甜点中的另一位主角 则是带着清新的酸甜 像是刚从树上摘下的少女的脸颊 红润而充满生机 当焦糖遇上苹果 就像是一场上流社会的舞会 两位来自不同世界的贵族 在舞池中旋转 交融 最终达到了一种甜与酸的完美平衡 这还不够 焦糖苹果塔的底层通常是酥脆的塔皮 它就像是一位可靠的绅士 默默地支撑住这场舞会的主角们 让他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风采 塔皮的酥脆 与焦糖的滑顺 苹果的多汁 在口中交织出一段段美妙的故事 最后 当你品尝这道焦糖苹果塔时 不妨想象自己 就是那位在舞会上寻找完美舞伴的贵族 每一口 都是与甜蜜的焦糖 清新的苹果 酥脆的塔皮共舞的证明 这不仅仅是一道甜点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味觉盛宴 是甜与酸的完美平衡 也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赞颂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焦糖苹果塔时 不妨对它微笑 因为你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块塔 这是历史 文化 艺术和美食的交织 是一段段有趣故事的载体 Bon Appetit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种充满魔法的秋季风味甜点 南瓜派 巧克力雕塑和焦糖苹果塔 无论是南瓜派的温馨魔法 巧克力雕塑的甜蜜艺术 还是焦糖苹果塔的甜与酸的完美平衡 每一种甜点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 南瓜派不仅是一种食物 更是一种传统文化和温馨的象征 制作南瓜派需要耐心和爱 在烹饪的过程中 香料的加入更是像是魔法般的细节 让整个厨房都充满了诱人的香味 每一口南瓜派都承载着家的温暖 让人们感受到秋天的味道 巧克力雕塑是一门让人垂扇三尺的艺术形式 雕塑家们不仅需要高超的烹饪技巧 还要有精细的手艺 制作巧克力雕塑 需要选择合适的巧克力 精确的温度控制和精细的塑形技巧 每一件巧克力雕塑 都是对雕塑家耐心和记忆的考验 而且它还面临着脆弱性和温度的挑战 在赏心悦目之余 不要忘记巧克力雕塑 是唯一一种欣赏之后 还可以品尝的艺术品 焦糖苹果塔是甜与酸的完美平衡 它将焦糖的甜和苹果的酸融为一体 加上酥脆的塔皮的加入 营造出一场味蕾的舞会 焦糖的独特香气和苹果的清新口感 在口中交织出一段美妙的故事 让人们感受到甜与酸的完美平衡 无论是南瓜派 巧克力雕塑 还是焦糖苹果塔 每一种甜点都有着自己的魅力和故事 让我们感受到美食的魔法 在品尝这些美味的同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一位贵族 在舞池中与甜蜜的焦糖 清新的苹果和酥脆的塔皮共舞 享受这场穿越时空的味觉盛宴 最后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朋友也来参与讨论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甜点的魅力和故事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让我们一起探讨美食的奇妙世界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